字幕提供 我一直很久都不敢拍的一台車 K8系列 1997年的K8 Coupe 其實這個小吃的店裡面 現在大概有兩台四門自排的 兩台三門手排的 再加上最近進來的雙門的K8 總共有五台 那一直都不敢把它拿出來拍影片 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神聖的存在 出現在這個大大小小的街道上 還有這個龍潭賽車場的長勝軍 那時候是迎來這個台灣最強盛的改裝車 玩車風潮的時期 所以一直不敢亂介紹 那我相信一定有更多的觀眾朋友 對K8這個車子比小吃更加的了解 所以說如果說這個大家有什麼想法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 都歡迎在留言板講 那今天我們不會強調 它的任何的性能數據好不好 我們就單憑著這個小吃 回憶中的K8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 這個車我一看就知道 車頭撞過 你知道為什麼嗎 當時的K8 Goubet 只有在96年97年 那時候是由南洋引進的 它是美規的進口版本 當時沒有所謂的這個叫做小改款的車型 這個小改款的車型是在99年的時候 南洋有對車頭做一個小小的更改 舊款的燈沒有那麼尖銳 而且不是平面的 舊款的燈這邊有一個圓弧形 看起來比較腿一點點 然後呢 這下面呢 會有一個霧燈 或者是 像進氣孔一樣的一個霧燈罩 這個保桿也是小改款後的一個保桿 那當然今天來到現場這台已經是 相對改裝比較少的了 因為大部分 到現在還能存活的K8 Goubet 已經非常稀少了 都已經這個半隻腳 或是兩隻腳都踏入 報廢場比較多了 所以呢 它這個小改款車頭 那時候也很流行 你要改這個小改款的車頭 你要改什麼 保險桿 大燈 水箱護罩 引擎蓋 葉子板 還有水箱架 要切掉 你才有辦法改成小改款的車頭 那有些絕大部分裡面有大概 八成以上 都是因為車頭撞到順便改 那有的引擎應該是用切的啦 沒有換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如果在路上看到一些 四門的K8 或是雙門的K8 我跟你講都沒有手排的 當時引進全部都是自排 所以你有看到手排的呢 一定就是自改手 那自改手就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驗車有問題嘛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到很多網路上 在自售的都會強調什麼 你知道嗎 只賣驗車期 因為你如果剛好驗車期 你在外面驗車 你就不用回肩領站驗車 你就可以過戶了 所以在外面驗車 驗完了再去過戶就好了 所以很多這個車 自改手的比較不好驗車 你在肩領站一定驗不過 所以他們都會強調 在驗車期的時候 才能做買賣 那我們現場這台是自排的 手排的我就不會買了 因為那個會造成 往後驗車過戶的困難 那當初喔 它這個美規的版本啊 這個不是傳說 這是真的喔 它的這個板件比較厚 鋼梁比較粗 然後全車的點焊數量 也會比國產的多 所以說你到現代 還存活在這個路上的啊 你可以看基本上 它有生鏽的地方會很少 如果國產車我跟你講 到處都生鏽 鏽的差不多了 好我其他的那個 三門四門的有沒有 那個都生鏽了 那只有雙門到現在 你只能微微的 少少的看得到鏽斑 所以說這個美規的車體喔 底盤比較好 板件比較穩固是真的 而且它的車重 也比國產車重 我記得當初是1180公斤吧 好再來一個VTEC 可變氣門 當你轉速到達4800轉的時候 VTEC開啟 你就有如這個神柱 很像掛渦輪一樣 就衝出去了 那種感覺 好那時候是這個 HONDA系列啊 最屌的一個科技的 你要看這個 VTEC控制器 這顆 你看它引擎的左上方 有這顆VTEC控制器 就代表它有VTEC 所以 會有很多這個上蓋啊 去換成 你看它這上蓋 就做過烤漆了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上蓋沒有寫VTEC 不代表它沒有VTEC 上蓋有寫VTEC呢 也不代表它一定有VTEC 好那蓋子是可以換的 K8好玩的地方 就是它流用的這個零件啊 靈活度很高 套件真的很多啦 它這零件便宜到扣8 然後我們看到現場這台 我剛剛講了 你看這水箱竟然就是切過 你看它這個漆是亮面的對不對 亮亮的嘛對不對 原本的漆 如果97年到現在應該是這樣 已經發黃了 可是它這個是切過的 好然後這個一些基本的改裝 把所有的水管都改成這個矽膠水管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引擎式的拉桿 這個都很基本改裝 喔這個 有個錶 這汽油調壓法 好可以把公油的濃度調高 那也不能調太高喔 調太高 那個燃燒不完全 你的引擎就會不順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頭段 也有經過更換 這白鐵頭罐 好啦 看小師長姿勢啦 你看它這頭段八角是四根對不對 併到下面變一根對不對 這叫四合一 那還有一種叫做四二一 四隻變兩隻再變一隻 四排的車款通常建議用四二一 因為這樣低速扭力才不會喪失 就起步的時候推不太動 手排的就可以用四一 因為手排可以自己控制轉速嘛 這個簡單的 跟一些年輕的朋友分享 我相信老屁股比我懂得更多 我也不用講太多 這個 這就是定速 我記得我們之前介紹過了 這個就是機械式的定速 當時的這個進口的K8 就是有配定速 雙鞍定速是基本的 那差別在於有沒有天窗這樣 看一下內部好了啦 其實內部也沒什麼好看的 這就是很一般的K8 比較特別的是這邊有一個Lock 可以把後車廂鎖起來 我不知道這要幹嘛的 呵呵呵呵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當時有沒有 就是一定要可以改裝的主機 然後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貼這個 這個還有做鋁牌的 就是一個裝飾而已 但是很多人會把它改成日規下中控 就是把這個移下來 那這邊就可以變成 突進大面板 然後K8很容易化 還有一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 夜片 這個好的你看 網路上也在賣裡面的連桿 當初這個套進很多啦 當初還有一個必備的東西 車上必備的東西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 黑色點點防滑墊 我跟你講每一台K8一定都有放啦 這前車主放的喔 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我跟你講這個曬太陽久了 底下會一點一點的 你有的放在這有沒有 太陽曬久這邊一點一點黑黑的 摳都摳不掉 可是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一定要改這個東西 不要說K8啦 HONDA當時最著名的 汽車發動的尖銳的聲音 好不好 我安靜收一下音好不好 有沒有 有沒有 很尖銳的那種聲音 這就是K8最著名的 發動的聲音 還有一個當初一定要改的 你看你A柱那邊 有沒有黏一個高音喇叭 那時候就是一定要DIY改這個 這是真的 這開始 真的啦 通常都是喇叭一定都改過了 這喇叭到現在紙都已經破掉了 搞不好裡面 他們都那時候很流行那種分音器 你就是一個音軌進去 它會分 裡面有電容 什麼幫你分成高音跟中音 那你把中音拉去門板 高音拉去高音喇叭 這樣才會這個高音成低音 我忘了 然後天窗 它可以上線 然後後收 你看 它跑很快耶 超快的 跟它走運動花了 有沒有 那時候我最喜歡的 其實是K6的天窗 還有SRA的天窗 它那時候K6 Coupe 跟SRA的天窗 是打開以後是收到這裡的 所以你從外面可以看到 一片天窗在這邊 關起來這樣 可是在K8它就改成內收式的 你知道為什麼我喜歡上線的嗎 沒有為什麼 屌 就屌而已 還有第二個是什麼 你看那個玩命關頭 去搶路放影機的時候 CD Player 現在CD Player 但那路邊沒人要求 那時候他們不是開了兩台 黑色K6 Coupe 然後去搶貨櫃車 然後從貨櫃車下面這樣 咻咻 哇那車多低 那代表什麼 車改得夠低 搶什麼 搶CD Player 你看到嗎 時間過有沒有快 今天整集都要懷舊就好了 好不好 接下來我們就出發去開一下 我跟你講啦 開出去也沒什麼 為什麼 你用膝蓋想就知道了 應該不會多好開 不會多好做 懷舊之旅出發 走 SRS燈亮著 它那也沒辦法了 時鐘壞了 這是時鐘 你剛剛不知道這是什麼 不知道有沒有貼一個這麼屌 沒有 它就是要貼一個飾板 它只是一個時鐘 很一般的時鐘 噢 靠北啊 這就是有改避震器的有沒有 噢 雜音多 然後室內吸氣甩甩多 沒有 它也老了 不要怪它 開個風情了 現在疫情期間 還是三級嘛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拍個片 跟大家分享 以免大家防疫期間 太無聊 所以我們這個秉持著 當一天和尚 撞一天鐘的原則 那如果當一天鐘的話 是怎樣 被和尚撞一天 哈哈哈哈 我們也是要努力啦好不好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努力不是為了要讓自己 生活過得更好 我們現在努力是 以防我們的人生變得更糟 呵呵呵呵 啊在這一集我是這樣想 我就哈拉一下有沒有 那最後 你們找個時間 出去拍一下動態 配合一首歌的時間 然後讓大家這個 聽聽好歌 欣賞一下這個 這個Cube 流利漂亮的身影 大家對我們的音樂 都贊不絕口 這個我們從以前 秉持下來 還可以流傳下來的傳統 音樂一定要選得好 然後我現在 開沒有500公尺 引擎燈已經亮了 隔音應該很差喔 我講話大聲一點 應該會收到很多雜音 基本上K8就是沒有隔音 風切聲塔 底盤也沒有隔音 基本上 K8雖然美規的 已經加強 它的一些 鋼良之類的 可是因為年代久了 也是操到歪掉了 這個時候 我想要在那時候 開這個車都要放什麼 你知道嗎 廣嗨 又是廣嗨 廣嗨 我跟你講 廣嗨有多進步 你知道嗎 它讓黎明從那個時候退休到現在 就知道賺多少了 有沒有 陳衛林 從那個時候退休到現在 這時候開這個車 後面一定要加重低音 音響一定要改 小海豚 阿魯聘 大家就在改 看看誰的音響改得掉 那時候多少人花錢在這上面 那時候有多少號稱百萬喜梅 我已經 我們現在開100 我們這一段有點傷波 其實我們現在 像以我來講 現在開這個車已經 比起現代的任何車來講 已經都不算快了 但是它還是保持著一個優勢 就是它的車體很輕 所以你如果經過一些改裝的話 這個車的確不會跑出現在的很多車 可是我坦白講 現在你有沒有發現 越來越少人在改這個 不是 因為你怎麼改它都是 對它來說我覺得都是有點為難的 因為老骨頭了 你要把它訓練到 要跟現在的年輕人 拚得不相上下 我跟你講這真的 我覺得有點很為難它 而且你要花很多錢 那現在很多車子 你可以花更少的錢 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 所以現在這個車子 你能看到它在路上 開的都是一種風味而已 我相信很多人 看到我們這車開過去 白的 雙門 Coupe 外觀飄飄亮亮對不對 然後覺得哇 好經典的車有沒有 殊不知我們在裡面 躺得不太行 因為K8車很輕 很容易喔 避震稍微改的 比較廉價的避震 就造成整台車 彈跳非常大 它這一台前車主改這避震 已經算是不硬的了 它已經不硬了 它已經算不硬了 它已經算不硬了 然後它這個全段避震性 真的踩起來會有一點重拖的感覺 那其實喔 當時有一個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是 VTEC是在4800轉的時候開的 然後它把它配在自排變速箱上面 通常還沒有到4800轉的時候 它都換檔 所以其實VTEC在自排車上面 除非你去改了電腦 或者是有人說什麼破轉速之類的 要不然其實在手排上面 比較有顯著的感受 自排上面其實你要能感受到的機會比較少 那當然有些會用強制把它排到第三 以前年輕的時候開自排的有沒有 都要用到二檔音鏡 真的啦開這車一上來 看到這個內裝的橙色 就是有很多的懷念 你看這個 阿丹你知道這是什麼 現在年輕人一定不知道 我一定會剛 對啊 有沒有 裡面放零錢 我們下次應該要拍一集 開這個車放廣台出去繞一圈 光影之間你有聽過 你沒聽過 有時候每一首上起來都像沒飛車舞 不是 看一下 好難溝通喔 光影之間那個媽的 媽這個去酒店 Catty Me那時候一定要點的 你是 沒有在那邊秀 我愛一集棒 你知道 幹你不知道 不是我愛一條柴咧 黎明啊 Oh my luck 一集棒 你沒聽過 神高雲裡魔法的一體版 反高雞魔才雲本的心聲 千辛愛 千辛愛 你聽過 這樣好像就有聽過 哇 幹哪是耶 我好努力喔 我好用心來跟你溝通 你知道嗎 我剛唱那首 那首國語叫呼吸不說謊 同一首 廣東版跟國語版 廣泰那時候倒背如流 那個去KTV不點不行耶 還有那個活著Viva你知道嗎 那個前奏一出來 幹全部都 啊 全部都站起來 幹 你到底怎麼去KTV沒有啦 新據點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們沒有新據點 不好意思 錢櫃跟好樂體而已 還有阿拉丁 台中的啊 台中還有什麼你知道 銀櫃 開一間瓦櫃 好不好 那時候我還很黎明嘛 鄭秀那不用講 還有那個郭富城啊 可是郭富城喔 比較沒有那麼high 郭富城那個出來是要跳台中恰恰的 還想你我指著唱我 恰恰就來好不好 你會不會分節奏 那你知道投文字D的音樂是什麼嗎 它那個節奏叫什麼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耶 UROBEAT 你去搜尋UROBEAT出來的那個節奏 都跟投文字D的節奏是一樣的 真的假的 真的啦 你不要以為我開過小吃店而已 我也是音樂人耶 我人肉點唱機 人肉打裝機 你不記得 我什麼東西都有策略的你知道嗎 我是缺財背而已 我來講 我被中古車耽誤的音樂人耶 我已經放棄掙扎 這個已經跟上次Golf那台差不多了 有那種感覺 可是我跟你講這還比上次那台Golf 紅色那台 請看 副產科醫師的最愛 我跟你講這個還比那個Q喔 那個到底是多硬 那台超硬的 那台真的是鐵管 那時候Pioneer最出名的一個機子 就是這邊有海豚 會有海豚在那邊 在那邊跳 在那邊跳 輔出水面跳進海裡 然後那時候Arrupin的主機 音響按鍵可以換顏色 換橘色 藍色 換綠色 換什麼顏色 你可以隨著你的心情更換這個面板 那時候就是一定K8都必備要這些東西 基本上這個喔 很圓啦 因為你看這台車還是原裝的椅子 因為很多K8都應該賽車椅子 然後它的方向盤也沒有改成那種賽車方向盤 以前喔 真的很流行賽車方向盤 還有那種快踩 因為以前幹車真的非常的氾濫 它也不一定幹車 要幹車上的東西 所以很多人那時候改很多東西 下車就把HANDORU拿回家了 可是我跟你講 那時候幹車的出門 也帶一支HANDORU 你把你的HANDORU帶回家 他們幹的時候插上去就開走了 因為它那個都是公用街頭 你知道嗎 所以以前幹車會帶一支HANDORU出門 我以前K8也被幹過啊 那東西被幹 真的很像馬子被強奸一樣 你知道嗎 早上你去的時候 奇怪 怎麼門沒關好 一看裡面影響都被抽走了 電品也被拿掉了 不然這樣觀眾朋友底下留言 跟小四同溫層 差不多年紀的 你以前你車上東西被幹過的 人在下面留言 我跟你講超多 你看像上次那個行南 不是嗎 整台被幹走 行南跟我的同溫層 我跟你講大家都經歷過 你看那時候自然多差 再加上那時候的車子構造簡單 有的是從這邊鎖尿解 有的是玻璃敲破就進來了 然後先開引擎蓋 把你的電瓶拿掉 為什麼 電瓶拿掉 防禦器就不會叫了 然後有的是從前面 它前面那個進氣不是一個網子嗎 從那邊伸進去就可以把引擎蓋挖開 因為大家都改網子 那網子很簡單啊 那剪一下就破掉了 鎖伸進去就可以從裡面把把引擎蓋拉開 然後就先從前面把你的電瓶頭拿掉 再來就隨便拿怎麼弄 跟迷奸一樣 先把他打開就打開了 那就隨便他上下騎走 好啦 那今天這個 跟大家分享這個 懷舊的K8 Coupe 好不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的人分享 好不好 那鼓勵我們在疫情 想辦法在還可以拍影片的時候 多拍一些影片跟大家分享 這個大家就好好欣賞片尾 聽首歌放鬆一下 這個祝大家明天會更好 好不好 好 再見 拜拜 今天 Good at what I do OMW On my way OMW OMW On my way to you 太快 太快了啦 明天會更好你知道嗎 我知道很多人可以唱的吧 輕輕敲醒沉睡的心靈 慢慢張開你的眼睛 然後疆域很難 趕趕忙碌的時間 是否依然 孤獨的轉個不停 再來是誰 蘇瑞啊 從未不解放棄 燃燒少年的心 以前那個有幾次那種明星大合唱 我印象中明天會更好 可是我不知道他是為了什麼 明星大合唱大亂鬥那種 感謝記憶那種感覺有沒有 拍這種合唱的影片 一定要有一些片段是什麼你知道嗎 前面是麥克風然後他們這樣 要戴一個耳機一定要戴一個耳機 當天色迫向日前 大家就這樣 那時候就那個64啊 SARS你剛剛講好像也有 你說的那個好像是那個 那有一首歌上面 你剛剛講動物那個 我有印象你在講什麼 好像有那個黃韻 快樂天堂 告訴你一個神秘的地方 一個孩子們的快樂天堂 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事件唱的 動物園搬家 真的假的 對啊 哇幹人家動物園搬家 你知道嗎 我媽跟我講什麼 林旺死掉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七匹狼那種應該也算吧 很難得看到這樣大 明星大亂鬥的時候 現在好像比較少對不對 現在應該都跑去打 好吧 哈哈哈哈哈哈 ご覧欄のsponsor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